春季旅行团招人啦 只要二十弹币 带你体验别致的海岛风光 哇 春季旅行 还有这好事 慧哥你还没带我出去玩过呢 咱们直接报名吧 不是吧 月儿 别瞅着导游蛋的打扮 看着就不像好人哪 别再把咱们卖了 做什么 看吧你吓到慧哥 去吧 给你上飞机 咱们出发 对了 慧哥 你记得负担币 哎 我还没答应呢 目的地已经到达 你们自己造一个木筏 就能出海游玩了 不是 什么玩意儿 我花钱出来玩 还得自己造木筏 这又是你说的 别致海岛风光 你坑人的吧 兄弟们 你们感觉二十弹币 玩这个值不值 觉得值得扣一 不值得扣二 那很明显啊 今天碰到黑心导游了 不过既来之则按之 当木筏周可太熟了 不就是用斧头把树砍倒 就能造出木筏 然后再把导游的石头敲掉 这不就能出海了吗 简单 我还是个探险蛋 有我在 这趟旅行必不可能出问题 不对吧 慧哥 你看这是啥 过去 这哪来的鲨鱼呀 哎 我说导游 这也是咱旅行团安排的吗 这不是 这应该是我们点背吧 完了 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导游蛋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咱们这是到哪的吗 不到我 你什么导游蛋 你就是一个倒霉蛋 还好咱们扶大命的 从海里飘到了一个岛屿上 现在要想办法生存下去 赶紧进去看一看 阿渣 我没眼花吧 没想到侏罗纪世界真的存在 哇 那我要赶紧进去看 别冲动啊 阿渣 有些恐龙是很危险的 一看你就不懂 来 让我这个恐龙小专家 给你介绍一下 哎 不对 我怎么称导游了 首先第一只是甲龙 它身上有尖刺护身 最大的尾锤是它强力的武器 撤魂子你不用怎么说啊 你别那么激动 咱们抓住时机跳过去就行 哎 你们看前面的恐龙 名叫剑龙 你看它的背景像不像剑呀 太剑了 慧哥 慧哥 你看这是什么恐龙 呦 这不是恐龙界里面 出了门的好脾气 复制龙吗 走走走远 快踩着前面的果冻 跳到复制龙身上 咱们一起拍照打卡 第二班们还想知道 前面有什么恐龙 不要忘了来一波点赞支持哟 OK 哎呦 这不是缆车吗 那天上飞的这是 翼龙 哎呀 还是两只 正在天上盘旋着呢 在坐上这个缆车 一边欣赏风景 一边观看恐龙 美滋滋啊兄弟们 慧哥赶紧开船 啊 又开船 你不怕水里出现个什么恐龙 把咱们顶翻吗 只要咱们不捣乱 恐龙们是不会来欺负咱们的 那行吧行吧 让我用封键把和脸妹的毒蘑菇射掉 因为它们会造成污染 OK 好了 你们看 剑龙母子高兴的正点头呢 哇 没想到这里还能跑酷 好说 那我的身法也不是吹的 就这也是简简单单 我确 旁边的山上居然还会掉落石块 这我得多远点 别给我砸扁了 哎呦 这不肿头龙吗 瞧瞧它这大脑袋 哎不对 导游弹怎么上去了 还对了人家倔屁股 滚 好家伙 原来这里是这么过的呀 快看 前面是旧大的雷龙 咱们仨加在一块 还没人家脚趾头大呢 快给你看 是霸王龙 没错 侏罗纪时代的顶级烈士者 看着就霸气呀 来 咱们一起跳到身上打个卡 你礼貌吗 踩一踩恐龙脚印 前面就会出现路 一二走 咱们抓紧穿过前面的冰洞 哎呀 终于是过来了 哎不对 咱们的导游弹呢 刚刚不是跟在咱们上号码 怎么一眨眼不见了 哎 算了 它一看就不靠谱 咱们还是先往前走吧 我天 大游轮 月儿 咱们上了游轮就能回蛋仔岛了 可是慧哥啊 游轮上的人问咱们有没有发现远古生物 这 没有 当然没有 侏罗纪时代已经离我们太过遥远 而这些恐龙能够快乐地生活在这个岛屿上面 已经是它们最大的幸运 我们人类即便是发现了它们的存在 也不应该去打扰 只有让它们自由自在地生存下去 才是对于这些远古生命最大的尊重 咱们走吧 月儿 我天 日传送到哪儿了 好家伙 咱们在一个大翼龙身上 它是为了报答咱们没有向外界透露恐龙存在的秘密 决定送咱们回蛋仔岛 太棒了 出发 与此同时 导游弹也来到了游轮面前 我必须让人类知道 这样我抓几只恐龙回去 肯定能卖好多蛋壁 完蛋 回不去了